你觉得福联里的美队是否算是一个合格的领导者 在福联4的一开始 就是经旗队长将在太空里漂泊了许多天的钢铁侠接回地球 而飞船刚回到福联的基地 美队等人就出来迎接钢铁侠 然而美队在接到钢铁侠的那一刻 就询问起了钢铁侠与灭霸战斗的情况 可是美队这一问 却让本来就身体虚弱的钢铁侠火冒三丈 因为早就在福联2时期 美队就曾对钢铁侠说过 可是托尼在泰坦新队战灭霸时 就感受到了被绝望包裹的极致恐惧 而这种感觉是美队从来都没有感受过的 而托尼之所以会被点燃怒火 这其中的原因要从福联一说起 在福联一里 托尼独自一人将核弹送进冲洞里 当时的托尼就看见了其他二位大军的基地 这也让托尼感觉到再不久的未来 还会碰见更加危险且强大的敌人 所以他在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为此变得焦虑 于是就打造了多套钢铁战架 用来应对不同的情况和威胁 到了福联二里 托尼被非红女巫使用混沌魔法带到了幻境之中 他在幻境里也是看到了初代复仇指的死状 看见这一幕的托尼 萌生出了只有打造出一个强大的人工智能钢铁军团 才能抵御来自外星的强大威胁 于是就联手班纳博士创造出了奥创 可奥创诞生之后没多久 就产生了将人类消灭的想法 也因为这一次的失败 托尼就遭到了众人的指责 他也因此感到心灰意冷 所以通过人工只能打造一支钢铁大军的计划也被搁置 后来钢铁侠也只能不断地升级钢铁战架 以被面对更加强大的敌人 变化多端的马克50纳米战架也就此诞生 当灭霸阵时登场时 复连里的众人在与之对战的过程中 就被灭霸以绝对的实力优势 将他们一一打败打倒 反观钢铁侠则是凭借着强大的马克50纳米战架 拿下了灭霸的一续 不过在灭霸的绝对实力面前 钢铁侠依然战败 这一切的发生也因证了钢铁侠之前的做法是对的 假如他当时的计划顺利实施 就打造出了一支钢铁军团 再给每个人都配上一套钢铁战架 那么在面对灭霸时 也就不会出现全部被打倒的情况 说回梅队 梅队虽然心存正义 是妇联的精神象征 如果你们觉得这样的美队 是否算是一个合格的领导者呢